聂清远盯着的林晚宏,一味是鸣鸣嘴地笑,面上充满了轻滅和嘲讽的神色,高游体感就更加热火了。 聂清远,你既然知道林元帅的身份,还行上前啊,迫迫,你是不是寿星宫吊颈严命长啊? 我不是严命长,相反,我是想好好地保住我们的命。 由认到林大人那一刻开始,本官已经明白,今天不是如死的就是望破,既然是这样,本官还要拜什么啊? 哎呀,这个人这么说明要造反,高游真是发火了,正想冲向前,林晚宏一手拦着他,望望聂清远说, 既然是这样,聂大人在黎典现在已经没什么害怕了,是不是? 我一早就说过,皇上是天下第一,但在罪州,是半官第一,正所谓,强龙都不加地头蛇了。 既然你老人家来到我罪州地盘,这树大大小小小的事,恐怕都闷你不了的了。 哈哈哈哈哈哈,这个罪州府,几百里之地,一切都是我话的事,既然门你不了了哦。 哈哈,那我就只要对你不住了。 在这儿,我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要死 说到最后这句,他已经咬牙齿齿,一挥手,罪咒冠军何在 你又姓一崖崖出,山崖之间,即使全是震震立坑 沙拉,沙拉,成百上千的罪咒军马,行行陷陷,有些是躲着长刀,有些是拿着大枪 有些是举起火把,四面八方疯狂地涌行上来 哇,看个样子,起码都有成四五千人那么多 这些冠军,个个夹袖整齐,看来都是受正规训练 虽然,轮到战斗力,他们怎么比得上奴州水尸 或者是,好像林晚明手下那些打个硬仗大仗的部队 只但是,这些人,在罪州,也是一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有他们在这儿,谁敢反抗啊 扎果和他手下的那些黑苗士兵 本来呢,就被那些苗家的乡村阻挫在外面 动都不动得 现在一见到冠军涌到来 嘿,个个都不知多么兴奋得意 一起废墓刀枪,齐声纳喊 那些黑苗军,再加上罪州的驻军 足足够加上有成五六千人那几 刀枪明亮,气势哄哄 将参加花山设的那些苗家百姓的团团卫塞 一直向着中间都直逼过来 扎果一得到外远 嘿呀,这魂他认真是空上不露 好疯狂地大声喊 成姑,你嫁给我啦 你嫁给我,外就向聂大人求情 嘿,个个这样的阿林哥,他报你不住的吧 按碧如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叹了一口气 扎果,你敢真是自取灭亡了 哼哼,聂大人,你连皇上都不放在眼内 难道,你真是要作犯? 作犯? 哈哈哈,聂姑,我哪有这么大胆啊 在花山设上,苗家因为两派大的争权夺利 发生内控,搞得流血冲突 林元帅不幸被波及其中 因为当时元帅只是穿着便装 又没有表明身份 所以下官不知道 原来个老人家就在我聚焦境内 等我听到消息 即刻赶来的时候 已经太迟啦 哈哈哈哈,元帅已经被奸人所害 下官无力回天 唯有 捉了所有涉案的苗人 为元帅报仇 是啦 聂姑,你说如果我上一道这样的奏节 还会有人 说我做犯吗? 哈哈哈哈 哈,这个狗官 原来什么都想好了 这个罪咒 简直呢 就是被他隻手遮天 他说黑就黑 他说白就白 就连 自己这个小弟弟在罪州蒙难 也都只是说是苗家内暖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哼,这个人就真是认真 阴险浅浪 按碧如望着他 眼里边 闪的一丝寒光 聂大人 认真是好计策 好手段 如果这样被你得逞了 认真是天无眼 哈哈哈哈 聂姑过掌啦 在下 亦都是吸出了恩师成王爷的交分 对林大人这这样的人 只有先下手为强 如果满下手 即是要操殃啦 其实 这个聂清远也都想得明明白白 既然林辅马来了罪州 这样 自己在罪州做的种种恶事 就绝对无所遁形了 对着林晚宁这些人 你想求情 下跪 吝吝细细 都绝对没什么好处的 既然是这样 还不如孤注一宅 奋力一搏 说不定 还有一些希望翻翻山呢 这个罪州苦韵 都是救了决断 也都救了狠 救了决绝 见到林晚宁一路都不开声 聂清远目光一看 也一揮手 罪州的官军 和那些黑苗士兵 即使鱼狼似虎 就向他直逼而来 是这样的时候 还可以这么冷静 真不愧是明镇天下的林三哥 聂谋想不佩服你都不行 林晚宁点就点头 聂大人 你都不是很差 将这个罪州经营到 就像你家里的后花圆一样 要什么就拿什么 怪不得有这样的胆量气魄 在聂谋 你都算是一个人物 只不过 我有件事不是这么明白 我和你以前从来都没见过面 在这个花山节那里 也初次相逢 不知道 聂大人你是怎么认得我的呢 这个问题又不止他想知道 高尤和安碧药都很想知道 聂清远放声旁笑话 哈哈哈哈 天下文明 大得公映的第一聪明的林副马 林三哥 原来都有一些疏忽的时候 下官 真的感到很荣幸 其实说起上来 都不可以怨其他人 要怪 就怪你实在太出色了 林大人 你应该都知道 现在在大华 最脚手可疑的人是谁 下官虽然没见过你 但是你和城王的事 朝中谁个不知 谁个不晓 下官就算再迟钝 对于伟长和印书的人 又怎会不闻不闻呢 最起码 你有什么特征 你的商贸如何 在下店都会打听过下 在打马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样子 就已经觉得有点奇怪 你从传言中的林元帅 是这么相似呢 不过本来 我还是不敢相信 堂堂大华元帅 双肩腹马 黄孙的爹 居然 还会脏为一件 这么低贱的苗家服飞 去和其他苗人 去争女人 这么适合你 认真荒谬 但是等你爬完刀山 我就真的不信 都不行 除了你之外 天下间 还有谁有这样的本事 而且 还要跟那个鼎鼎大名的 林三哥 生得这么似样 到你 搞赞孔明灯 升花旗 本官 就彻底明白 这些风格 还不是林三的风格 还可以嫁得到的吗 那我就断定 原来三哥的大人 真是来到了我们 苗湖香醉州了 好啊 好啊 本官 一直都有个车望 可以为我的恩师 做多少事 今天 我这个愿望 终于都可以实现了 他的笑声 都不知道 多么得戏 林晚宁 听着他这么说 忍不住 嗨 这么叹一口气 望着安碧如一眼 师父姐姐 你都看到了 原来 人太出色 都是一种罪 来的 哼 那 你不是 天天都犯罪 哎呀 见到他两个人 在这样的关头 都还要打情马超 分明 一点都没有 把他手下的 官军人马 放在眼内 聂青远一咬牙 大声汗话 阿林哥 假扮 妙人 分明是 意图不轨 他是想 以乎乱 罪咒 犯上 作乱 来人 跟我 捉住他 遵命 那帮 罪咒 士兵 一声大渴 逼开人群 鱼狼 似虎 就向着林晚荣 这边 直飙过来了 什么 这个 府运大人 居然 捉 阿林哥 大家 怎么都猜不到 在这个花山截的形势 居然会变化成这样 其他外围的妙族人 他们还没知道 林晚荣 真实的身份 只见到 罪咒 苦的士兵 要捉他 就纷纷 拢了他身前 挡住士兵 这帮 这些刁民 跟我 闪开 闪开 这个是 府台大人的命令 你还在 阻三阻四 是不是要 作犯 阿哥 人群之中 忽然间 传来一声 清脆的呼声 影月乌的 米多米采 一路刨敲住 立刻就 挡着那些 冠军面前 林晚荣 见到站在 最前边的 正是那里 自己熟悉的 柔弱身影 哎呀 他心吓着一跳 立刻渴滑 云田 你快点让开 快点让开 阿哥 你带圣姑 先走 快点 走 亦连眼神 都不知道 多么坚定 他手里面 握着一把 寒光闪闪的柴刀 很勇敢地 站在队伍的前边 怒目 听得一声大喊 谁敢动手 他忽然间在三袋里面 闷着一面闪闪发光的金牌 高举手中 于此金牌 在此 大华中勇军统领 抗握着一声 抗握着一声 带着一声 林三林大人 逢此秦氏 穿属罪周 暂探官 策不平 建金牌 如建 圣上 残林 生杀 与夺 先斩 效周 高游是什么人 本身有皇宫之中的 侍卫统领 建惯了非富即贵的人物 自然已经有一股气势 这几年 又跟着林满明 一路出生入死 打过这么多场恶仗 所以 一番大敲 个股气势都不知 多么凌厉 他手上的预刺金牌 在火光的照射之下 金光闪闪光芒四射 上面 那只张牙舞爪的金龙 都不知多么清晰 所有的罪周士兵 见得大惊失色 有些人已经吓得猛地打倒退 连刚才不知 多么囂张的杂国兄弟 都立刻来 吓都不敢吓 还未知 阿林哥真正身份的苗族人 大家一下子都整个呆了 什么 阿林哥是朝廷元帅 还有皇帝遇刺金牌 哇 可以先斩后奏 这么说 豈不是连这个苦恨大人 也都要被他管 再想想一下这个阿林哥 怎么样神奇 再想一下他刚才说的那句话 所有的苗族人 大家的心都充满希望 阿林哥 阿林哥 你要为我们作主 阿林哥 捉住那个杂果衰人 阿林哥 那个聂大人是个狗官来的 整天都吓吓巴巴 你快点罢了他官 哎呀 最震惊就是映月乌 那群青年的男女 天天和自己混在一起的阿林哥 原来天下文明 威风凛凛的矿湖大元帅 这样说法 他平时讲的那些神奇的故事 都是真的 我就知道了 我应该知道了 阿哥他不是普通人 他是我们的英雄 这样就好了 苗家人有救了 我们苗家人有救了 亦年激动都是又哭又笑 捉住子童的手 拼命地叫 哎 苗族人有救 你就没得救了 子童听了 哎 真好恨亦年底了 哎 这个这样的阿林哥 原来这么有身份的 那你和他的事 就更加渺茫了 林满明一揮手 本来是很兴奋的苗人 一瞬间就大得都静了 各位响亲 大家放心 林某人既然来到这些树 就是一定要杀 就一定要杀我罢 情探官 还有 我要将聚咒府 这个烏烟瘴气的官场 弄成一个浪浪乾坤 我要聚咒所有的华族 苗族的乡亲百姓 大家重新过一些安乐幸福的日子 这个是阿林哥对大家的承诺 阿林哥 阿林哥 所有的苗人 大家都欢呼着跳起上身 哎 个个人都不知道多么兴奋 连台上的苗家长老 都激动得面色都红细 好兴奋地握住拳头 小弟弟 你说 我们苗家的日子 真的可以变得 好像你说得那么美好 林满明一声 当着那么多苗家乡亲面前 他们又那么信任阿林哥 偏偏 师父姐姐 你居然是怀疑我 你说 你应不应该 受下罚 给我 给你想碰 都没有想碰 就应该 罚你给我 动下 正经点好不好 好多人在这儿的 是 是 刚才一直没出声的聂青苑 突然间 哈哈大笑 他的笑声之中 已经带着几分疯狂之意 天下间的传言 说你林三哥 怎样聪明 既自宣无为责 但以本官来看 真是徒有其表 幼稚之极 你说得 多好听 听有什么用 你这个罪咒是什么地方 说给你听 这书不是金 不是金定性 不是京师 每次都有人保住你 罩住你 我告诉你 在罪咒 在罪咒 你这个天 成烈 不成林 你以为 憑一块 这样的烂鬼金牌 显露你那个 所谓什么 幼露圆碎的身份 就会大家都跪下 向你扣拜 笑话 认真笑话 你以为 天下间所有人 都任你猜 任你念的吗 林晚宁 眨一眨眼 聂大人 照你这样的意思 似乎这块金牌 没用的了 什么金牌 什么元帅 全部都和我 站在一边 谁有钱 谁有兵 谁真正有权 可笑 还说自己 多聪明 居然弹唱匹马 敢闯入罪咒 认真 无知之极 父马爷 不要怨人 你自己 拿来 不要怪我 我心狠 手辣 聂大人 你就是说我现在 不够实力 跟你说话了吗 哈哈哈哈 富马爷 你不是靠你那块金牌 还有这个大鱼 就以为可以和我 寄前冠军 相抗 傻到这样的地步 我认真是看那两位 鱼花似玉的公主 不抵啊 哈哈哈哈 哦 什么你以为 那我就真的没你 付了吗 等你想到计的时候 你早就和我 去地府报道了 兄弟们 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